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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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我们接着继续上课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 Spinodo Decomposition 我想这个如果说是材料Backgrounds 应该在以前的课程应该都学过 Spinodal Decomposition 那我来问一下 Spinodal Decomposition你还记得什么 你只记得这个名词而已吗 还是说它到底它里面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来 你还要不要说一下 什么是Spinodal Decomposition 你印象所及 先从自由人的对成分的形建来看 还有 成分在某区段内 它会自动分裂成两个 自由人对比的成分 然后它的样子长得有点像 刚刚这个同学讲了 就是说这个自由能对成分的这个曲线 然后它会 就是说当它就是有两个这种最低的 这种就是相当于是波谷的这个地方 它就会所谓的这个分离成两个地方 分离成两个部分 这个大事上没有错 我也知道就是说 它应该了解这个Spinodal Decomposition 可是你现在如果说要对一个 没有学过Spinodal Decomposition的人 那你要跟他讲说 什么是Spinodal Decomposition 那你能不能试着用你的话 来去说明它呢 OK 那其实如果用最简单最简单的 这个讲法就是 你有一个系统原来是Homogeneous 当它在特定的这个情况之下 它产生了相分离 Face Separation 它会分成两个相 可是相分离的话 并不必然一定是Spinodal Decomposition 那Spinodal Decomposition一定是一个相分离 这个有没有像在讲这个绕口令 OK 好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这个Spinodal Decomposition 它的现象 它的现象到底是怎样子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我们会说明就是说 有一个跟Spinodal Decomposition 很类似的 它也是相分离 它也是相分离 可是呢 这个Spinodal Decomposition 并不是 OK 那并不是这个Nucleation Process 通常都是会指说它有一个Activation Energy 它要克服一个Energy Barrier 可是对于Spinodal Decomposition 它比较像是一个Spontaneous Reaction 它就自然就发生了 它是一个Burrierless的这个Diffusion Process 它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Diffusion Process 可是它基本上它是一个Burrierless 也就是说它不会像一般这个Nucleation Process一样 它必须要跨过一个Energy Barrier 那主要呢 就是说在这边会 你会发现说 对这个Spinodal Decomposition的这个Case而言 它会出现一个Negative Inter Diffusivity 负的Diffusivity 那这听起来就很奇怪了 前面都在讲这个Diffusion Diffusivity 从来没有讲过就是有负的Diffusivity OK 那在这边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负的Diffusivity 那负的Diffusivity就代表什么意思 你的这个Diffusivity会从低浓度的地方跑到高浓度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边讲的Uphill Diffusivity 所以我们会介绍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现象 好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会比较着重在就是预测 你要预测这个Spinodal Decomposition 那再来就包括就是说它的Concentration的Profile 它怎么样随时间而变 然后在这边它会有一个 因为一般像这个Spinodal Decomposition 它会有所谓的这个Laminar的这个结构 那这个一层状的这个结构呢 它的周期是怎么样子 我们能不能去预测它 背上一些这个基本的热力学材料的这个参数 能够去预测它 所以在第二个部分我们去介绍这个东西 那这边就有涵盖两个 一个是Diffusion Equation 因为你要预测的话 你要先把这个Equation弄出来 然后它的Solution Form是什么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再去这个就是考虑 如果说当你的这个Spinodal Decomposition 因为你有Phase Separation 所以有不同的Phase 在不同的Phase之间你就会有Inter-Facial Energy 这个Inter-Facial Energy的效应 那还有就是如果说你的Phase跟Phase之间 那个有很强的这个Strain 在界面上 那这个Strain Energy的影响又是怎么样子 OK 所以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介绍这些东西 好 那首先的话 我们就来看Spinodal Decomposition的这个现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刚刚这个同学所讲的 你的Free Energy 对Composition的这个Curve 会有一个像这样就是两个这个Value 就是这个最低点的这样的这个形状 然后呢 这个倾向于就是说会分成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Composition OK 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你如果去做这个实验的话 你先观察到的会是什么 OK 首先呢就是说它一开始是一个Uniform 就是一个Single Phase 是一个单音的一个Phase 然后呢 这个当它温度降下来 降到特定的温度的时候 它开始产生像这种Laminar的这个结构 比较黑跟比较白 它分别就是代表里面的这个成分产生变化了 OK 然后呢 这个Laminar Structure 随着时间再继续增加 会有粗化的这个现象 所以就是表示说 它们Laminar的这个结构 是会随时间而变的 会随时间而变的 OK 所以你这个 在现象上 我们先看到这个样子 那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相图会是什么样子 你记不记得 我们前面我们都会先讲 有几张图 相图是什么样子 Free Energy的Curve是什么样子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相图 它的相图就是一个 凸起来 像一个小山丘的一个样子 那通常你会是在这个里面 这个会有一个虚线 虚线的部分在这里这样子 那通常这个虚线就是在界定 Spinodo发生的这个范围 Spinodo发生的范围 那它这个其实是要对应到 上面的Free Energy的Curve Free Energy的Curve 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因为你看这边就是产生Spinodo 所以这边就是 一开始你是Alpha Phase 是Alpha Phase 温度如果是在这边的时候 是Alpha Phase 然后呢 接下来 你这个温度降到这个T0的地方 降到这个T0的地方 然后呢 它这个就是T等于T0的时候 它的Free Energy的Curve 所以会降到两个低点 两个低点 所以它的浓度成分就分别对应到 Alpha 1跟Alpha 2就分别对应到这一点 OK 好 可是这里还是没有跟你讲 Spinodo的这个Critereo 就是说这个虚线是对应到什么 这个虚线实际上是对应到 在这个Curve 因为它是这个弯下来 然后再弯上去再弯下来 那这样的这个弯曲的这个过程 你就会面临到一个情形 就是反趋点 数学上的这个反趋点 这个反趋点是什么意思 就是代表 你的这个Curve 对成分的二次为分为0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点 它把它标 这个G的对C的这个二次为分等于0 所以这两个点就是反趋点 这个反趋点所在的这个成分划下来 就是这个 这两点 那当然你就是做不同的温度的 那你就会有不同的Alpha 1 Alpha 2 OK 那这个Curve当然会Shift的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 它的那个反趋点的位置 也会有所改变 那这个 你要这样结合起来看 现象上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Free Energy 它的形状是像这个样子 相图是像这个样子 OK 好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个Alpha 就是说本来就是说 它这个可以都是Sutid Phase 它不见得一定要是Liquid Phase OK 所以全部都是Sutid Phase 然后它变成就是说 有一个是Alpha 1 一个Alpha 2 那你就可想而知 Alpha 1跟Alpha 2 如果说我这边是A 跟这边是B的话 就是说这边是纯的A 这边是纯的B的话 Alpha 1就是怎么样 就是A-Reach的Face 那Alpha 2就是什么 就是B-Reach的这个Face 所以成分是不一样的 成分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在Alpha Phase里面 我在这边用的这个Term 大家不要太serious 就是New Creation 它的意思实际上 只是就是Generate而已 它跟严格的那个New Creation 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 我只是说套用这个比较是 General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而已 就是说 深层的Alpha 1 Phase 跟Alpha 2 Phase 在这个Alpha Matrix里面 就原来是Alpha Matrix 那现在生出说 有这个比较黑的跟比较白的 这样的两个区域 那这个通常是一个Laminar的这个Structure 是一个Laminar的这个Structure 然后呢 它有Diffusive Interface Diffusive Interface Diffusive Interface 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这个界面的这个地方 它的浓度 它的成分呢 它不是一下子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如果说 这个是Concentration 这个是位置 它的这个 这种的话就一般我们讲的 就是Sharp Interface 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Beta Phase 这个是Alpha Phase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它有很明确的 很明显的 这个成分上的一个差异 那可是这边是不一样的 它这边比较是像 就是逐渐变化的 逐渐变化 所以你的 你的界面的地方 你的界面的地方 它的Concentration 是逐渐在变的 它不是一个Sharp Interface 所以这是这边的意思 Diffusive Interface OK 然后呢 它是一个Diffusion Process 可是它没有Energy Barrier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 Barrierless的这个Process Barrierless的Diffusion OK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说这个简化的 这个说什么是 Spinodal Decomposition 就是Face Separation With Diffusive Interface 这个就可以跟一般那种Nucleation 所造成的这个Face Separation 就可以区格出来 因为一般而言 如果说是Nucleation Process 就是这个所造成的Face Separation的话 它通常它的这个Concentration Profile 这个Interface是非常Sharp 可是这边是一个Diffusive Interface 好 那我们刚才讲的 就一个跟它很类似的 OK 跟很类似的 它的形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形貌 一开始也是一个Single Face 然后呢 它生成了这个Beta Face 在你的Alpha Matrix里面 OK Beta Face在Alpha Matrix里面 它本来小小的 一个一个Nucleat 可是呢 它上面长出来的 虽然它是 这个 是一个小小的Nucleat 可是这个跟前面讲的那个Beta Face 有点不太一样哦 前面的那个Beta Face 就单一一个Face 然后这个Particle开始长 这边的话 它长出来的Nucleat 这个Nucleat本身 就两个Face在里面 就同时有Alpha Face 有Beta Face在里面 OK 一个Nucleat里面 就有一个这样子 然后这个呢 慢慢变大 这个慢慢变大 所以你看 这边变成这样一个Grain 这边变成另外一个Grain 那当它 接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Boundary OK 就是一个Boundary 那所以呢 你看哦 这一边 它有一个Laminate Structure 这边有另外的Laminate Structure 可是因为它的方向 毕竟是不太一样 所以接起来 这边还是有一个Interface 在这里 所以到最后 完全这个固化 因为这个Eutectic的话 就是你的液体 然后变成这个 两个 这个Solid OK 所以呢 变成就是这样 Laminate的这个结构 然后它有这个 就是Alpha Beta Alpha Beta 这样的这个Laminate的结构 在你的这个材料里面 OK 那可是呢 你的这个Interface在这边 就是非常Sharp的Interface 因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相图 这个就是一个Eutectic的 一个Binary的Face Type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 这里就是所谓的Eutectic Point Eutectic Point 实际上就是一个三项点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的话 它是Liquid Phase Alpha Phase Beta Phase 三项共存的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讲的是说 它如果说调到这个1 跑到3 或者是4的这个地方 那这边的话就是怎样 Alpha Phase跟Beta Phase 会生成 所以这是为什么它会 这个 因为它是Alpha Phase Beta Phase 同时从Liquid里面生成 那它生成的就变成是一个 Laminar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说这样 小小的一个 可是它里面就是Laminar的结构 好 那这个就是Eutectic 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 Free Energy的这个Curve OK 我们Always要这样 这个 来比对一下 它的Free Energy的Composition是怎么样 如果说你刚好是在2这一点 就是Eutectic的Temperature 如果是在Eutectic的Temperature的话 就是三个 因为它是三项共存嘛 所以蓝色的Alpha Phase 黑色的Liquid Phase 跟红色的Beta Phase 然后你可以画一个共切线 对不对 共切线就代表它三个 它的这个Free Energy 一样 OK 那它的Composition 这一个就是这一点 这一个就是你的Alpha Phase 那这个就是Beta Phase 在这一点 好 那当你现在温度如果降到3 或者是4的时候 那这时候不会有Liquid Phase OK 所以你看到的是 这一个虚线的蓝色的 跟虚线的红色的 那这个Composition 分别就对应到 这个跟这个Alpha Phase 跟Beta Phase OK 所以呢 你可以就是说 你要有办法 画出 比如说Eutectic 跟Spinodo Decomposition 两种Case 它的Face Diagram 是什么样子 它的Free Energy 对Composition的这个 这个Graph又是什么样子 那它的形貌是什么样子 OK 这个 基本上你要能够自己 你把它描述出来 你这样才会做一个这个区别 那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跟它一样 也是它是一个Laminar Structure 可是有Sharp Interface 然后呢 这个Face Separation 或是Sharp Interface 如果是简单的 来去界定的话 就是这样 跟刚才一样 都是Face Separation 只是一个是Diffusive Interface 一个是Sharp Interface 那还有一个当然就是 这个Diffusion Process 它是有Energy Barrier 相对于 这个Spinodo Decomposition 它是一个 Barrierless Diffusion Process 所以你就会把 这两个 好好的来做一个对比 这个有没有问题 针对 Eutectic 跟Spinodo Decomposition 的一个 现象上的一个描述 好 那这个其实也是 从Concentration Profile 随时间变化的这个观点 来进一步来去比较一下 这个 这个Spinodo Decomposition 跟Eutectic 的这个Reaction 之间的一个差别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 左边 这一边的话是 Eutectic OK 那或者就是Nucleation Process 所产生的这个 Face Separation 那右边的话呢 就是Spinodo Decomposition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这个 这个 是X0 Prong X0 Prong OK 是你的 一开始 比如说你在这个 因为左边如果用Eutectic 来去做说明的话 这一个X0 Prong 就相当于是 在这一边的这个成分 X0 Prong OK 那你的成分就是在这一边 可是这个成分 它是否比AFA Base高 比Beta Base低 所以呢 你看到的是 这里 这个 一个是AFA Base比较低 Beta Base比较高 所以有一个高一个低 这样的这个情形 然后呢 它要接着 就随着时间增加 它go through这个 Nucleation的process 那Nucleation的process 在原来的这个matrix里面呢 它形成了一个小小的Nuclea 这个横向的这个坐标 是代表的是 位置或者是距离 所以这个小小的这一个 就代表你的Nuclea的 这个Dimension 它的size 所以一开始就小小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 可是即使它是小小的一个 它的成分已经是很高了 因为它这一个必须是怎么样 是X2 也就是你的那个Nuclea出来的那个process 就是Nuclea出来那个phase 那个beta-based OK 然后呢 另外 这个在随着时间再增加 发生什么情形 因为这个一长局部在这一边 长一个这么高的 这个b的原子一下子到那么高的话 那在这边local里是不是它的浓度 一根后比较低嘛 因为你把它想到就是说 本来这个matrix在X0prong这边一下子被抽掉 这附近被抽掉 所以这一个变大了 那这边当然这个就是变小 对不对 那变小在这附近当然就是接近X1的这个phase 因为beta跟α是同时存在的 beta-α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这边局部是小 然后呢 在距离你的Nuclea 比较远的这个地方 中间呢 是不是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 这个X0prong的这个浓度 所以你现在就会看到在这里的情形就是怎样 这个b的原子它会继续扩散 扩散到这一个 这两个Nuclea的这个regime 所以从这里观点来看的话 它基本上还是一个 这个diffusion由高浓度往低浓度扩散的一个process 对不对 就是说你如果看这里而言 因为在这边局部的话 已经是一个是beta-phase 一个是α-phase 在这边是α-phase 然后它就继续再扩散过来 然后这个呢 就会长 变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bundary 会开始这个移动 那这整个这个Nuclea的这个size 就会变大 可是它还是维持的sharp interface concentration的这个profile 上面维持sharp的interface 这个有没有问题 针对这个 这个eutectic reaction 或是Nucleation的这个process 的phase separation 那我们来看一下spinodal decomposition的 那它这个呢就是一开始是x0 那这个x0都相当于是这里 假设说它就从这边这样下来好了 从这边下来好了 OK 下来然后到这里 这是x0的浓度 然后呢α1跟α2 就是分别对应到那个 这个profile这边x1跟x2 一个在低浓度的区 一个在高浓度的区 那可是呢它的这个变化不是像这样一下子在这个matrix里面一下子 涨出这个东西来 而是慢慢变的 这个慢慢变有点像是就是一个fluctuation 就是一个扰动 一开始是一个扰动 然后这个扰动会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你看一开始是这样小小的一个bump 那接着呢 那个这个bump回越来随着时间增加 这个bump这个会变大 所以这一边的浓度往上升 这边的浓度往下降 那你看到这个上升下降 然后呢重要你看一下这个b原子 它的扩散的方向是怎样 从低浓度的地方往高浓度的地方扩散 所以这个是一个uphill diffusion 是一个uphill diffusion 好 然后呢你注意一下 你现在可以看到的 这边就是一个alpha1的phase 这边就是一个alpha2的phase 对不对 那这不对 这边是alpha2的phase 这边是alpha1 如果假设你alpha2是高浓度 alpha1是低浓度 所以就是alpha2 alpha1 可是你看alpha2跟alpha1中间的这个 这个concentration的profile是怎样 它是逐渐变的 它是逐渐变的 并不是像这一边这么sharp的interface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图的话实际上就涵盖了我们看来前面讲的这个 就是说phase separation 然后它的一个是sharp interface 一个是diffusive interface 在这边就可以很清楚地呈现出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情 OK 我们还是一样要回到这个free energy的这样的一个curve 来去说明它 就是说这个系统它必须要有一个特定的 这个free energy的这个形状 它才会产生spinodal decomposition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形状呢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假设这个是free energy 我现在就是大致大致要画一下 就是说有这个随着浓度有产生这样的这个变化好了 OK 那现在呢 这个我们的纵轴是用所谓的fx 就是所谓的这个hempel's free energy OK 那这个hempel's free energy 那某种程度上当然就跟你的gifree energy 是可以一致在特定的这个条件之下 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说 假设你现在一开始 这个它的浓度是在xb0的时候 在xb0的时候 那它的free energy 就是说它的moral free energy 可以说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它的浓度现在如果变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是xbprong OK 到xbprong 然后呢 它的这个moral free energy当然就变掉了 好 那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针对这样的这个情形呢 我们考虑两种case 一种是所谓的这个open system 一种是closed system OK 然后呢 这两种system 它会造成就是说你的free energy的这个改变 free energy的改变 它的这个差值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 可是我先把这张图它里面的一些定义先跟各位先说清楚 等一下还会再回来看这张图 OK 这个切线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切线的话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partial f partial nb 因为在这里的话这个是0到1 所以你就表示说这个数度假设这个就是一个emore 那这个就是对你的这个atomic fraction 你去作为就是这个写率 切到这一边的这个点 我们把它叫做fbxb0 它的意思就是说partial molar free energy of component b in an alloy of composition xb0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alloy 当它的浓度为xb0的时候 那针对你的这个component b 它的这个emore emore的component b 它的能量是多少 OK 因为它刚好就是已经到这一边了 这个就是百分之百的b 这一点就是fb 我们用下标b代表是component b 的这个free energy OK 那成分是在xb0 那到这一边呢 这个交道这个是0 实际上对应的就是这个a是百分之百 xa是等于1的时候 所以呢 这边我们就把它叫做fa 所以是partial molar free energy of component a 就是说同样就是合金 可是就是说是你妈想的就是emore 在这种合金的情况下emore的这个a原子 它的这一个这个free energy是多少 是在这里 那当然随着因为你的free energy的curve是这个样子 在不同的成分的时候 你的这个partial molar free energy都会不一样 OK 像这里的话 这里就交的切过来就在这里 再切过来是在这一边 好 然后注意一下 在这一边会有两个这个差值 OK 有两个差值 分别是delta fc 跟delta fu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这代表什么意思 那我们想可能用下一个图来看 大家可能会稍微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现在在讲 我刚才讲了 我们会考虑两种case 一种的话是这个open system 一种是closed system OK 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先想考虑现在你有一个system OK 那它的浓度就是这个成分就是xb0 OK 是xb0 那假设说我现在其中有emore 所以这个虚线的这个地方就是大概是emore的这种合金 emore的这个合金 然后现在呢 当它的成分由xb0变成xbprong的时候 变成xbprong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 它的这个能量改变 还有就是说你的b原子的扩散的情景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们下面就讲就是说 emore的这个合金 它转换浓度由xb0变成xbprong 就是说这个虚线的这个地方变成是这种 就是比较是实心的红色 就是实心的红色这个它的浓度是xbprong 那如果我是open system 如果是open system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就是说我的环境 就是说这个东西之外的 这个东西之外的 b原子可以加进来 因为你现在是从这边跑到这个成分 b是比较多嘛 对不对 可是多的b要从哪里来 如果说我现在是open system 我可以直接从外界这边直接再加进去 然后对里面的这个其他的部分 我可以先不要有影响 OK 这个就是open system 好 那这种 这个b原子从外界加进来 然后它的这个的浓度 这个的能量就会跑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情形是closed system closed system则是指说 b原子只是因为它内部的调整 内部的调整 从这个matrix的这个地方 的b跑过去了 那所以这个变成比较高浓度的xbprong 可是你的周围的matrix会怎么样 浓度会下降一点 它会从原来的xb0变成 这边所标的xb doubleprong这样子 OK 所以closed system是内部的这个成分做调整 那你如果是open system 我可以直接从外面这样加进来 然后没有对这个造成影响 好 这边有没有问题 先把这个基本的定义先弄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对于一个open system而言 the change in free energy for one more of alloy transfer 就是说这个转换了 inmore的这个合金的话 它的free energy的改变量到底是多少 它的改变量就是fxbprong 就是这里 因为它已经改变变成是这里了嘛 fxbprong 减掉原来的在这里fxb0 所以这个的差值就是这边所标的deltafu 这个减这个deltafu 所以这个是open system之下的 这个当你像inmore的这个alloy 从成分xb变成sb0 那它的能量改变量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closed system呢 closed system它是 这个deltaf会变成是 这个稍微有点复杂一点 我跟你讲 就是说fbxbprong 就是这个东西fbxbprong 减掉fbxb0 这个的差值乘上对应的xbprong 再跟你的这两个的差值 就是faxbprong 减掉faxb0 再乘上xaprong 那当然你xaprong跟xbprong加起来是 是等于1的 这没有问题 那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直接去理解说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同学能够直接 告诉我为什么就直接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也可以 你如果很清楚的了解 那个partial motor free energy的定义 那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是这样 不过我们用一个例子 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来去理解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我把它叫做 就是说这个池塘的fish pond fish pond这样的一个example 假设说我们现在有两个池塘 一个就是pound1 一个是pound2 那pound1呢 它的红色鲤鱼跟白色鲤鱼的 白色鲤鱼跟红色鲤鱼的比例 是xa0跟xb0 所以这是pound1的 然后呢 pound2的白色鲤鱼跟红色鱼鱼就是 这个xa'跟sb' ok 那所以呢 假设说我们现在这个要卖鱼 那个鱼的标价 鱼的标价 我们把它想成就是说 这个白色的鱼 它的标价就是这个faxb0 就是说因为xb0 代表它是从pound1这边捞出来的 对不对 从pound1这边捞出来 然后它的鱼的白色鲤鱼的价钱就是fa 就是一尾鱼的价钱是多少 然后呢 这个红色的就是fb ok 所以现在a component跟b component 就是白鲤鱼跟红鲤鱼 ok 所以这是它的这个标价 如果是这个第二个池塘pound2 这个池塘妹 它的标价就不一样了 所以两个不同的池塘 虽然是红鲤鱼跟白鲤鱼 可是它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 那这个池塘就呼应我们前面在讲的 alloyed 1跟alloyed 2 不同的成分 它的这个partial molar free energy 是不一样的 A的partial molar free energy 跟B的partial A的partial molar free energy 在alloyed 1跟在alloyed 2 是不一样的 一样 B的partial molar free energy 在alloyed 1跟alloyed 2 也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用两个池塘 然后鱼的这个红鲤鱼跟白鲤鱼的这个价钱 你可以就是呼应到前面的这个partial molar free energy OK 好 那现在我们来想 我们从这个池塘裡面 第一个池塘我们抓了10条鱼 抓了10条鱼 然后呢 这个 而且是random 那supposedly如果是random这样抓的话 它的这个比例应该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就跟pound1里面的这个鲤鱼的这个比例应该是一样 抓10条 OK 就是它的比例 就白色对红色 大概就是这个比例这样子 OK 那可是呢 你把这10条鱼 你把它卖出去 你把它卖出去 那平均一条鱼的你卖的这个价钱是多少 average price 你平均一条鱼卖出去的这个价钱是多少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是X80 因为你10条鱼里面可能 好 假设这个是4条鱼好了 就4分之4 那你乘上这个白鲤鱼的价钱 那6分之6乘上红鲤鱼的价钱 那所以就是它的平均的一条鱼的这个价格是多少 那要你从Punk2这一边 你把它这个抓10条鱼出来 然后你把它卖的平均的价钱 就分别是XA'FAXB'XB'FB'XB'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 有没有已经被搞混了 可以吗 可以接受吗 好 那接下来下面这个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OK 好 现在有个商人 他从这一个 Punk1第一个池塘 第一个池塘 那supposedly它的这一个比例 白鲤鱼跟红鲤鱼的比例应该是怎么样 是不是XA0跟XB0 可是呢 他特别去抓 他在Punk1里面 他抓了10条鱼 可是他的比例是跟Punk2是一样的 跟Punk2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你看 这边刮起来的这个地方 就局部的 他抓了10条鱼起来 那他的这个比例呢 不再是followPunk1的比例 而是因为他特地挑过了 OK 所以变成是Punk2的比例 所以Punk2的比例就变成是XA'XB' OK 然后呢 他这10条鱼抓起来之后 而且他把他卖的时候 他是用Punk2的价格 因为他说我这个比例就是这个样子 他说我用Punk2的这个价格来卖 所以你这样卖的话 我们先看 他从Punk1他把他抓出来 他的平均价格是多少 应该就是XA'乘上FAXB0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是 他现在抓出来的这10条鱼的比例 是XA' 可是呢他原来的价格 是Punk1的这个价格 OK 因为他是这个 从Punk1的这个成长抓出来 所以XA'FA XB'FB0 所以这是Punk1的这个价格 他的成本 你可以这么讲 他的成本 那接着呢 他卖出去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 他用Punk2的价格去卖 所以是XA'乘上FAXB'在这里 XB'乘上FB XB' OK 所以这是卖出去的这个价格 那所以呢 他之间就产生了这个差价了 这个差价是什么 他可能是Profit 也可能是Loss 当然就要看你的这个FA FB 这些的这个到底是多少 不过我们就来看 他的差价就相当于是 你卖出的 卖出的这个价格减掉 你原来的成本 上面这是成本 下面这是卖出去的价格 所以就是F XB'减掉FC 那F XB'呢 就是这个东西 XA乘上这两个的差 OK 不对 就是说这个 这一个减掉上面这一个 所以就是XA'这个减这个 XB'这个减这个 所以你会得到这样的两个Turn 然后呢 你把这个整理一下 SA'就是1-XB' 这个XB'这个还是一样 那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就是 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式子 OK 有没有问题 就是上面这个式子 所以 就是说这个是针对 Close System 针对Close System 因为你那个调整 就是在你自己的Punk里面 去调整嘛 对不对 所以针对这个Close System 他的Delta F 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Delta F变成是这个样子 好 那变成是这个样子呢 那也就是什么 这个 这个东西 那实际上它对应到的点 就是这一边这个点 这一边这个点 OK 因为它是用Punk 1的这个价钱 Punk 1的价钱 然后可是以Punk 2的这个比例去卖 以Punk 2的这个比例去卖 所以你得到了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线性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tropolate的这个结果 所以那个点 会变成是在这一边 那所以呢 它的Delta F 你也可以这么想 就相当于是这个 减掉这个 这一个 减掉这个 所以这个Delta Fc 实际上就是 这一点减掉这一点 OK 好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Delta F 就是这一边 所谓的这个Delta Fc 在这里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Fxb'这一点 就是这个 OK Fxb' 然后后面这一边 你把后看后面这一边 是Fxb0 你就先负号都提出来 对不对 Fxb0加上Delta xb 这个是Delta xb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斜率 这个是斜率 所以呢 就相当于是什么 Delta xb 乘上在这一点的斜率 Delta xb 乘上这一点的斜率 你得到的那个高就是什么 这一段 对不对 就是这一段 所以呢 你现在 你得到的是这一段 然后前面的这个 Fxb' 减掉 这个Fxb' 然后Fxb'是这个 OK 所以呢 我看 这个减掉全部的Fxb' 这个减掉全部的Fxb' Fxb' 没有没有错 这个应该这么来看 Fxb'减掉Fxb'就是这一个 Fxb'减掉Fxb' 所以是这一段 所以前面两项 前面两项是这一个 OK 然后后面这一个 Delta xb' Delta xb'乘上斜率 Delta xb'这个底乘上这个斜率 就是这个高 所以这一小段减掉 这一个大段 这个减掉这个 有没有看到 所以就是剩下这一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Delta xb' 这一点减掉这一点 OK 所以呢 你的这个 Close system Close system 你的free energy 就是你转换一个more的 这个合金的话 它的就是Delta fc 那如果是open system 就是这一边 Delta fu OK Delta fu 好 那记住 在这一边 这里的Delta fc 是小于零的 因为 我刚才就讲了 这相当于是 这一段减掉这个 小的减大的 OK 小的减大的 所以这个Delta fc 是小于零 OK 好 那所以你如果说 对这个的推导 你如果要看详细的推导 其实在那个lecture note 里面的112页 那一边也有详细的推导 我现在只是说试着 用这个图的这个方式的 这个呈现 OK 比如说像这个的话 你可以很清楚的 你知道这几项捡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红色的三角形 你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这个结果 OK 好 那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回到这边来 Fxb' Fxb' OK 你如果把它做telor expansion 你把它做telor expansion 这个Fxb' 跟刚才跟刚才很像就是什么东西 这个 delta F' 这个 delta F' 这个 delta F'的正负号 delta F'的正负号 如果说如果说你要让这个系统这个能量下降 能量下降 当然对应的就是你的这个 delta F' F'必须要小于0 后面的状态能量状态减掉 前面的能量状态 这个delta F' 必须要小于0 那delta F'小于0 很显然的 我们不能展开到第一阶 因为第一阶到这一边的话 如果是按照刚才的那个推论 在closed system之下 它一定是0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到二阶上去看 第二阶的这个展开向去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delta F' C'上就是 1分之1delta xb'的平方 乘上这个的 二次微分 OK 那这个delta F'小于0的时候 那你的这个反应就会发生 因为整体系统的能量是下降的 OK 好 那 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先跳一下 我们先用图形的来看 就是说这个怎么跟 spinodal decomposition 把它结合起来 OK 你来看哦 就是如果你现在的curve 是一个凹向上的这样的一个curve 凹向上的一个curve 这是free energy对成分凹向上 那你可以看如果说它要分解成A跟B两个phase的话 那A跟B两个phase它的平均的free energy 就落在M这一点嘛 那M会比C来的高 所以这样的phase separation不会发生 因为delta F是大于0的 OK 那这种情形呢 OK 这种情形可以哦 因为A跟B 它的这个free energy 那你把它取这个相分离之后 它的平均能量会落在M这里 所以这个能量比这个高 所以它是可以分解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decompose的一个情形 OK 这是一个unstable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考虑一下这样的这个情形 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凹向上 跟一个凸向上结合起来 当然 在这个中间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一个转折点 就会有一个转折点 那这个转折点对应的就是什么 从数学上来讲就是F就是这个Y轴 对成分XB的二次微分等于0 二次微分等于0 所以你就可以定出 这一个实际上就是你的 那个spinodal decomposition 必须要小于0 因为靠这一边的话 这个是大于0的 因为你看 它这个本来是斜率 你看喔 斜率是-0到正 -0到正 所以二次微分就是正 那可是到这一边呢 这个是正到0到负 所以这一边这个区域的二次微分 能量对成分的二次微分是小于0 所以这个转折点 这个反驱点 刚好就是区分 这个stable跟unstable的这个区域 当然进入unstable的区域 就是进行spinodal decomposition 所以那个quiteria 就是spinodal decomposition的quiteria 就是在这一个 而且从能量的这个观点来去界定的话 就是那个deltaF那个term 必须是小于0的 OK 必须小于0 当然刚好边界的地方就是 这个二次微分向等于0 OK 好 那因为时间也到了 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一边 然后我们星期三的话 我们再继续来介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